屏风表演班在去年底宣告无限期暂停演出之后 屏风班底组成的故事工厂悄悄成立了 跟随在大师李国修身边学习长达11年的弟子黄志凯 他接下了艺术总监的重责大任 黄志凯说故事工厂会延续恩师李国修原创的精神 而5月份要献上的首部作品叫做《白日梦骑士》 这也是大师李国修生前看过的故事大纲 黄志凯说这是向李国修致敬的作品 下过雨的周末5号新店宝中路上冷冷清清 就连小吃店也都暂停营业 只有这里还亮着灯 所以他暗灯当中先突出小舞台 然后同时准备嘛 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天花板要掉到一个人可以碰到高度 所以灯一亮他已经开始被压了 从灯光布景服装道具一直到演员走位一一拆解再调整 这是黄志凯创团故事工厂的首部作品《白日梦骑士》 这出戏是在将近两年前就开始去构思的 在国修老师生前都还在看《白日梦骑士》的故事大纲 所以算是酝酿蛮久的 以恩师李国修还来不及指导的剧本故事《白日梦骑士》作为创团作 讲述的是现代的唐吉柯德 你快走 我们一起走 来不及了 索菲亚 活下去 戏其实他在讲述的是一个现代的唐吉柯德 在谈一个怀抱剧场青年梦想的人 他是个万年的龙靠演员 曾经幻想自己是戏里面英雄救美的男主角 然后受尽的嘲弄 当他放弃的那一刻 戏的情节竟然真实的在现实生活中发生 核心人物就由屏风班底演员之一 郑凯云担刚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看起来是忠厚老实 然后有点傻傻的人 做白日梦人他必须要某些的固执顽固 然后他有个自以为是的一种 他对世界的认知 那我觉得凯云他的气质很适合这样的角色 拿去我不需要 你放在裤子口袋里面洗衣服洗澡的啦 这一招对我没有用了 以前我都会觉得是我自己赚到 后来我发现 是你怕我没钱用所以才想出来的办法 同样怀抱着剧场梦 郑凯云说自己和邵君的背景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但在性格上却是甜茶地缘 我其实是一个比较谨慎跟会思考之后再行动的人 所以反而我还蛮羡慕他的那个 敢冲又冲的那件事情 对 我觉得 如果真实的我可以偷一点邵君的个性放在我里面的话 感觉好像还挺不赖的 你爱的人是个没有用的废物 你说谁是废物 一个怀抱剧场梦的青年 一段现代唐吉柯德的故事 黄志凯要谈的其实是梦想 人活着没有梦想等于死亡 我想谈的是一个这么强烈的一个 一种人对梦想的一种渴望 活在这个22K的世代 我觉得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都已经失去了做梦的勇气 带领屏风班底从故事工厂重新出发 黄志凯要透过首部创团座向恩师致敬 白日梦骑士说的不只是一个剧场青年的梦 更是这群剧场人另一个梦想的起点